今天我过来就是拍这位在那个Irvine 住在Irvine的网友 叫Paul 然后你是以前是台湾的 然后你到这里已经很久了 我原来跟你一样 在芝加哥 所以我是16年 16年从芝加哥搬过来 来这边住了正好买4年 你当时为什么在芝加哥呢 我芝加哥住了12年了 你在那边工作吗 我工作在那12年 后来因为工作扩展到西岸 所以就来这边 方便问一下你是做什么的 我是做大概食品分销这一块 OK That makes sense 因为芝加哥它是一个枢纽 它是一个交通的枢纽 所以所有的东西都可以从芝加哥 然后运到各个地方 我的情况是 把纽约那儿的一些进口的 这个我们亚洲人的食品 把它distributor到中西部 一直到西岸 这样子或者把西岸这边的 Importer 我帮他们东西distributor到芝加哥 或者到东岸 是这样子 所以这边就过来好好开发 这样子 那现在你在这边也是做类似的 就是也是 还是一样 对 对 还是一样 因为我以前做过一些 Import Export 物流这方面 对 对 我在你视频上 替你介绍过 对 我知道 Frey forward Frey forward Frey forward 对 Frey forward 也做过 然后exporter 就是肉类的exporter 我也做过 肉类的 对 出口 肉类出口 你知道现在不是疫情吗 那在芝加哥很离 离这个Iowa 很多猪肉 猪肉厂 是的 鸡肉都在Iowa的Sook City 或者是Sook City 跟Nabasca Lincol 交界的那个地方 你很懂 常跑 我也常跑 Sook City 这个叫Demoy Demoy Demoy Demoy是Iowa 他们的州府 对 就比较大的城市 一般我们中国人 不太会去到 中西部 美国的这么心脏的地方 除非是我们的 我们的工作性质特别 是的 需要常常往那跑的话 对 那边开车过去 简直是太广阔了 就是大片大片的这些农场 对 一大片平原 从芝加哥西边 八十号公路往西一路开 一路全是平的 全是平的 然后啥都没有 就是玉米 像我们现在疫情期间 不是说有个比较大的一个 食品加工厂叫 叫Smithfield 还有Tyson 对 然后呢 据说 据说因为他们就发现了一些 什么感染的 员工感染嘛 所以说他们就是关掉了 对 所以造成美国现在肉类都 供应都有点紧张 是 像这些公司 我们以前就是打交道的 嗯嗯 我们家后头这个山 嗯 我就在这后头这个山 这边越野 真的啊 我星期天才走一趟 我确定开了吗 我去了 然后我车都回 这个周末去开了 刚开 我就上去试一下 好多derbikes在我后面 追着我跑 对 上山 然后山 因为我们这是山路 山路的off road 那个会车的时候 两台大车会车的时候 几乎都是没 对 贴着走的 嗯 这个是 就是你说的 Jeep Wrangler Jeep Wrangler Unlimited Rubicom 这个 为什么它还叫Unlimited Unlimited Unlimited意思是四门 OK 只要是Jeep的话 你要四门的话 它就是Unlimited 要不然的话 它就有两门 两门的话呢 车身就会明显的 就会缩短很多 所以你要off road的话 基本上 这个车子你都要lift 嗯 像我这个车 我的 我的suspension 就是 我的减震器 嗯 跟我的这个弹簧 我都全部改装了 嗯 那减震器我用的都是 也是Fox的 对 那他们的 他们的lift是两寸 那完了以后呢 原厂的轮胎是33 是32寸的 嗯 那我就加大 现在是35寸的 OK 所以前后这个车加高了 几乎快5寸 Jeep Wrangler 就是被认为是最适合 越野的一个车型 那它原厂出来的话 其实它不是那么越野 就是比如说它的轮胎啊 都小一点 然后它的 是 也不是那么的 是 OK 呃 Jeep Wrangler呢 它 它 它有分六七种不一样的line 嗯 不同的line 对对 不同的line 下面还有不同的train 嗯 所以它基本上 它车子出来 你一看都是这个样子 嗯 吉普车 木马人 对对 但是它有所谓的这个 这个叫什么sport 嗯 Sport Ace 嗯 然后Sahara 对 Sahara玩 再来这个 最后就是这个 Rubicon Jeep 那个Sahara 和Jeep Rubicon 有什么明显的差别吗 最大的差别在这 Sahara它属于就是公路 公路 公路使用性大概占了75% 75% 但是它越野呢 只能走 能走entry level 那最大的不同呢 你那个相机 拉到这 我手指的这个 这两个点 这个 这个就叫大家所熟悉的 Logging Differential 前后的锁 对 前后的锁 还有加上一个sway b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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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我们我们拉房车 啊 我们需要一个anti-sway bar 把房车 对 对不让住 但是当你要去走到 极度越野的时候 很大的乱石 过去的时候 这四个轮胎呢 嗯 这四个轮胎要随着地形 上面下面不同 它轮胎会要让它张开 对 你不让它张开的话 你的轴就断了 对对对 所以你要diskage 那个sway bar 哦 一diskage的时候 这四个轮胎的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 整个就放松了 对 然后这个车子四个轮胎 会呈现 不同的角度 在这个地形不同的角度出来 不同的角度 但是sahara 或者什么sport那些车 它都没有 哦 那最好的一点 这是 这是2019年 啊 New Gen的这个 JEEP Rangler 所以它在Rubicon上面呢 它这个sway bar这个按钮 它都坐在里头 按好了 本来不是很方便 啊 早一代的 早两代的 你是要到车下面去 哇 去disengage 对对 对 那现在很方便 你一按就好了 它就disengage 这样子 所以到Rubicon 它才会有 会有这个 locking differential 跟那个东西 其他的话都没有 你有几个differential 前锁跟后锁 前叉速跟后叉速锁 对 就两个 那最有名的就是 奔驰的G500 大家喜欢的G63 GWagon G呢 它做的是三把锁 它除了前后这个锁以外 它中间还做的一把锁 所以它的那个锁是 它更好用 哦 原厂轮胎 你看 原厂轮胎也挺大的 四个轮胎 加后面一个备胎 五个胎 嗯 都在上头 你看这个原厂胎 嗯 它也是用 它给你的拆也不错了 嗯 这也是这个 BF Gurich 的这个 All Terrain AT胎 全地形胎 但是呢 就是胎不够宽 嗯 嗯 不够宽 还有 不够高 这是什么样的情况下就是 开始就想要offroad 所以 因为在加州这边 因为在加州这边 它有非常非常好的这个环境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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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形各方面都是很天然的 对 所以就开始认识一些朋友 嗯 这些朋友他们都有在玩这些东西 嗯 玩一玩我也觉得挺好的 我自己喜欢户外活动 嗯 平常不太什么运动不来的 嗯 但你知道我爱滑雪 嗯嗯 哈哈 所以其实我就先购买了一个Raptor福特的那个猛禽 啊 但是猛禽买来呢 我发现一件事情 啊 你真的要走到一些offroad的时候 它有些路就是这么窄 嗯 你这个这么宽的车体你很难很难去开过那么窄的那些道 嗯 在offroad的一些地方 嗯 比如说旁边就是很大的石头 嗯 你在里头 你这个轮胎就要贴着石头这么开 嗯 但是猛禽你就没办法很难了 嗯 猛禽它是属于在Baja style 嗯 南加州的这种沙漠旷野 嗯 它让你可以在沙漠上 飞着开 嗯 所以我之前那个猛禽呢 我就特别把它改掉了 我把前面的这个保险杆都卸下来 改成Baja的保险杆 嗯 所以那个车子在旷野开 开到八十麦九十麦的时候 这个路可能有点起伏的时候 车会飞起来 嗯 飞起来下去的时候 你才不会有原厂的保险杆 撞到那个地 所以我把原厂的保险杆都改掉 然后就就还用猛禽拉着二十八尺的房车 嗯 拉的一个是Forest River的Evil 嗯 28 foot的 嗯 嗯 跟老外租的 从这出发 嗯 开到Soul Lake 到了Soul Lake 跟一个老外 到一个老外家里 嗯 然后把车挂上 从Soul Lake 然后继续往北 进黄石公园 嗯 玩过一趟 回来以后呢 我就 后来 我今年一月我就把那个车 给卖了 卖掉了 嗯 就是因为你觉得就是不方便 就是走那个窄的路 对 对 我发现我真正想要玩那个越野 应该是要走走Rangler的这个车型 所以说你当时是把这个猛禽卖掉了 然后再买了这一台吗 呃 猛禽还没卖掉 我就先买了 等不及了 OK 完了以后正好附近一个朋友把我买走了 嗯 然后这个这个车就是偏向于 它不是偏向于沙漠 它偏向于这个Rock Chlor 对 对 就真的真的就是你会去这种乱石 然后就爬上去 对 那种南加州的沙漠旷野 它也都行 一样的 一样的 只是车速 车速不能像猛禽 有一个田纳西的一个 RV的一个厂打电话来 为什么 因为我 我跟他约了一个时间 说我想看你们的RV 但是呢 他们没有交给任何的这个retail在卖 他们自己在卖 所以要看他们车 说他们要帮你联络你家附近有没有他们的客人 哦 然后去看车子 然后去看车子 你这个车你说能拖3500磅 对 但3500磅一般我们就是它的80%的这个这个ratio来计算 所以 ideally 其实是2800磅 drive way 来拖 会 最好 但是 找到2800的有 都在老远的 开车都要两天 Arizona 什么Mesa 或者跑到Finnis 那边地方他们才有那些2800的 对 我们在我们南加州这边的看到的东西 最少最少都3400磅 对 嗯 就说你在 伤老金啊 3000磅以下的trailer呢 本来就很少了 对 然后呢 又要求你又要求就是比较窄一点 那可能就是更少 对更少更难找更难找 对啊 如果我用我这个discovery那没问题了 嗯嗯嗯 我这个discovery这个可以拖到 拖到1万 那1万的话那车子有8000 哦 对不对 80%的ratio 这个很能拖的 你可以你可以查一下 我记得就所有的SUV都没有达到1万 但是呢 我是想要用这个拖出去 为什么呢 我觉得我大部分时间还会觉得想用这个车 拉到那些BOM的地方 对 拉到BOM的territory 然后 然后 谁都管不到我 对 对 枪带着 到那个地方 到打枪的地方 自己随便打吧 嗯 然后 住个三天 然后 拖挂分开 然后再 从BOM再开到附近的offroad 玩一玩 需要这个车 那我想问一下 就是说你现在要求这个 就是要买的trailer啊 你是想要就是买这种 确实就是什么功能都有的吗 就是比如说厕所空调 都需要有的吗 对 都要有 都要有 因为孩子还小 嗯 所以希望他们 舒服一点 舒服 那天我们上山去hiking 跟一个朋友 从那个hiking的那个步道 所以让我们走走走走到那个旁边有野草的地方 一草走过去 对 没多远就看到响尾蛇啊 哈哈 我也碰到 好危险啊 嗯 在那你看不出来 嗯 真的看不出来 你一被咬到 那你 你这个很 很头痛了 而且我是 我是有两次头部都碰到 嗯 一次就在路中间 是是是 另外一次我就 站在这里 然后响尾蛇马上就开始 对 就Riddle Riddle Snake 慢点 对 然后我 我吓了一跳 对 那天我们朋友我们说 哎唷 开始Riddle了 我们说真的是蛇啊 大家赶快 赶快走回步道那边啊 嗯 所以还是要有一个 有一个 有一个脱挂 RV的脱挂里头 额 都是三一不缺的 三一不缺的就是 厕所 厨房 睡觉地方都在一起 因为我之前那台Raptor Ah 嗯 因为Raptor它本身原厂出来的悬挂 全部都是Fox的悬挂 所以比较软 所以它事实上 我上次拖了28尺的Dryweight 那个Dryweight是7200磅 7200磅 有点重 有点重 但是都还好 但是软一点 车子高速的时候 下坡的时候 觉得是有一点受影响 上次你说到你这个Trip 去黄石公园 猛禽拖的那个 你好像发现一个什么故障 我的车子 整个车子的computer module 坏掉了 猛禽 对 ECU 对 就是车子一按发动的时候 那个车子没有任何 没有反应 唯一的反应就是在你的center console 那个电子荧幕的显示 所有的电子系统全部坏掉 不能启动 完全不能启动 那你之前做了什么导致这个事情 没有做什么 它就自己无缘无故就这样 对 我们那天是下午已经三点半了 然后我们一家了 我们就到了黄石公园的这个Yellowstone fall的那个景点 OK 在那个景点的停车场 就下去看个黄石公园的瀑布的景点 然后突然下大雨打雷 那天是8月1号 突然打雷 每个人所有人都回到车上 我一回车上 我一要发动 发不起来了 一点 就是连crank都没有 完全没有 那个车子就是 你知道我们F150 一上车就是那个叮当 叮当 叮当 那个声音 然后那个荧幕就是 跑出来二三四个所有的电子系统全部不工作 全部不工作 就坏了 当时那当时有没有怀疑 它有可能是 比如说你可以 你可以jumpstart 有 试过 没有用 OK 不只是jumpstart 我隔壁分别两个老外 他们都是开F250 还有一个开F350的 他们开F系列 他们都是开了20年的人 他过来上来帮我开 他说从来没有见过发生这种事 然后那个老外说 owner menu讲说 把这个电瓶的这个terminal把它拔掉 看可以是15分钟 reset 看会不会好 车上有工具 马上回到他车上帮我卸掉 卸掉我们等了10分钟 15分钟还是没有用 就是把这个电瓶断电 断电 然后又接上又不行 还是一样 还是一样的问题 那后来去查 它查了什么问题 后来 后来车子就从黄石公园一路 拖到黄石公园外头 黄石公园外头 又让外头的另外一家拖车 再帮你拖到97迈的靠近Iderhall Ford的一个Ford的这个Dealer Service 看到那个Ford的Dealer Service它规模很小 猛禽它是属于Ford的High Performance的车款 所以Ford Dealer在他们里面的Service他们的Mechanic没有人有拿这个去上过这个课 他们Dealer也没有福特Ford High Performance的那个Diagnose的电脑 也没有 他们还得要联络附近开车一个小时过来支援的到他们那边来看我车子 然后后看上去说Mardule坏掉了 Mardule坏掉了 然后跟Deerborn Michigan 就是F150的那个装配厂在Michigan Deerborn 在Detroit外面 那叫Deerborn 跟Deerborn要了一个全新的那个computer寄过来 哇 装上去 装上去打电话给我 哎呀 他说你的车发起来可以了 我们现在会跟总公司讲怎么样把你车运回来给你 因为太远了嘛 在Idaho 那你人当时还在皇室公园里面吗 没有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我车子已经在这个shop这个已经有10天的事情了 我人都回到家了 那你 我人都回到家了 我这个车子在那个Ford Service前后放了28天 才修好 28天 所以他们要负责把我车给运回来 因为我车 我车是 我车是 我车子是去年7月买的 我从我家这开走 那天从这离开 850迈 850迈 从这里开走 这坏了 然后在那坏的时候是2800迈 全新的车 然后第二天打电话来了 又发不起来 又是一样的问题了 他说奇怪了 怎么回事了 他们又跟第二部分说 再资源另外一个这个computer module过来 又记了第二个 又等了很久 等了第二个 然后他们才发现 这个module replace上去以后 必须要车子的两个钥匙同时一起把它reset 所以发现的事情 我又跑到 跑到邮局 express mail把那个key寄到他们那个 那个service去 才弄好 但后来确定就是这个问题 确定是module问题 然后后来确定就是两个钥匙同时reset 就可以了 对 然后我问dealer的那个service advisor 我说是不是因为我这个车 拖一个拖挂RV 那这个是因为是raptor 所以他拖这个RV 这个有heat到7000磅 所以对车子的这个module 是不是形成了问题 他说你不要 你不用担心 他说跟你拖RV没关系 他说我们for上面写很清楚的 you got the towing way that's guarantee that's for we guarantee all the customer 你看 他说一点都跟那个没关系 他说 他说你就是运气不好 就是这个marge就坏掉了 后来你这个房车在yellowstone里面 那怎么处理 yellowstone是这样 yellowstone很大 它里面就只有一家 一家mckinney 就是auto repair mckinney 他们跟federal 签contract 所以你到那个yellowstone 你不管到哪个加油站加油 都是那一家公司的 所以那一家公司在整个皇室里面 还负责把坏掉的车拖出来 他从里头把你拖出来 他只能拖到园区外面 那比如说拖到外面 那我是从west entry出来的 west west 所以出来的时候是威奥米跟montana 所以园区出来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小马路 十字路口 那边是montana 这边是威奥米 所以园区拖出来 他就把我车放在这个路口这儿 等着montana 眼睛看到就三条街 那家车可以把我车拉走 所以两家公司 一家从黄色工业拉出来 然后montana的另外一家takeover 把我的车 那一天就因为晚了 他就放在他们的storage 第二天他把我车拉到97迈 South的Idaho Falls 送到这个一个4Series去 这样子 所以两个拖车的账单 所以皇室公园里头的账单是一千 一千两百块 然后montana外面这家 拖到那一家的是一千六百块 97迈 反而皇室公园那个就是路程比较近 但它也很贵 对 沿路贵 对 而且它也是by hour 它是by hour算的 那这个是拖你的猛禽的费用 那你后来那个房车是怎么解决的 这个montana的这个 Pony Repair Shop的这个owner 他说你现在RV还在里面 他说你起码要先去租个车 他说你才知道你可以干嘛 他说我们这边有一个 West Yellowstone Airport 他说很小的机场 里面有Budget 有Avis 就两家 他说你去跟他们租个车子吧 OK 我说好吧 我就上APP 上APP我就先看有没有这个pick up 就没有 只有SUV 我就租了一个SUV 然后那个owner说你打电话 告诉他你车现在在这个地方 他知道你车是坏掉了 他们会来接你 会来接你 他说五分钟的路 5分钟 他会来接你 我就打电话去了 打电话去了以后呢 那个工作人员说 是这样子的 说我想知道你的车是什么样的车 因为很多客人 因为车上有很多东西要放过来 他们租个小车 如果我开这个小车来接你 我怕你车上很多东西搬不过来 我说我是一个Picotra F150 Raptor 好 那我知道了 他说我10分钟就到了 真的10分钟 小女孩22岁 开着一台Chevy Silverado过来 它确实有pick up 就可以让你租的 他说平常也很少 也不多 然后今天正好运气 就有这么唯一的一台 Selverado 但是我一拖 跟我的Raptor拖那个RV 我就拖得非常吃力 好吃力的 我一赫尬上去 我在15号公路要回Sol Lake的路上 我只开48miles per hour 甚至我有weight distributor 那个东西在车上 我RV是晃来晃去的 前车脱离不够 前车脱离不够 我马上就感觉出来了 好厉害的 旁边的那个18 wheel 超我车都是70迈过去的 一超过去的时候 我那整个车 对很危险 整个车前腰后腰的 对好危险 风滑过来 对好危险 所以我那天 我那天从那个 我那天从Montana的那个 Yellowstone West Entry 离开的时候 拉出来到Sol Lake City 我那天开了12个半小时 我那天晚上check in到hotel 早都没洗 一进去 我一躺床上我就睡着了 我整个人是totally exhausted 完全就是那个人精神已经是快崩溃了 真的快崩溃了 随时的这个起鸡皮疙瘩的 那个gas station 然后三台拖车都拖挂好了 我是其中一台 后面两台是这样的 这是一对香港夫妇 他们带着两个女儿来美国玩 他们在机场租的车子 他们前一天晚上 十点了 天黑了 在黄石公园 要赶去黄石公园里面check in 他们有租那个黄石公园的lodge 然后黄石公园路很小 什么灯也没有 你知道他们站那个路 55米 然后是一个大转弯 然后那种车又不像现在高性能车 你转弯的时候 你的头灯会跟着稍微转一点 他转的时候 他一看那个 一看到那个1000磅的那个 白省老兄就站在马路 动都不动 哐啪啪一下就撞了 整个美西游就泡汤了 太危险 那天坐在我后面另外一台拖车 都这样子 千万不能赶路 不能赶路 特别黄石公园 会抛到黄石公园 晚上一定不能赶路 那个动物在马路中间 你看不到他 你看到他你来不及了 owner说他命运气好 这个白省一撞 直接往里的挡风玻璃一上 前面两座起码死一个人 1000磅 后来这个白省也是撞到他们挡风玻璃吗 还是 没有 他就散 他散的 他运气好 所以你看他那个车头 侧边 直接就压到你这里头 就进来了 对 然后这一次拖这个到黄石公园 我也也把人家的屋顶搞坏了 屋顶的冷气机的那个那个cover 还有那个TV antenna的antainer 都被被树枝这样硬邦邦的开过去的时候 撞撞撞撞了 他要报保险 对 报保险 然后呢 因为我租的这个平台 outdoor sea 这个owner他要求我一定要买一个outdoor sea 他们提供的一个保险 一个保险 一天就14块 14块钱 还好我买了 所以那个这个owner还不错 他去estimate了 人家说换一个这个air conditioner上面的罩子 然后antainer换一个 没多少钱 本来说是760 后来后来说只有只要625块 625块 然后有了保险以后我自己out of the pocket 450 那后来就是外面的这些账单 他road service有没有cover 全部给我reimbursed 等车回来了以后 等车从修好回到家了以后 过了一个月 支票就寄来了 那你说的这个支票是 包括不包括黄石公园里面的拖车的费用 包括 也包括 就是Ford 对 给你reimbursed 然后那台租的那个Picca Chevy 那个Selverado 那台车你知道吗 那台车租车费 我在那租 我回到Soul Lake International Airport的这个 International Airport的这个 做错 Budget 我拿去还的时候 2500块 那也太贵了 如果我开回黄石 一天连税也才68块 如果我开回黄石的 Budget 那个Budget 那个地方 一天也才68块 然后我就去问他们 为什么 他说因为黄石里面的Budget 是我们Franchise出去的 不是我们Corporate的直营店 所以呢 这样子的话 你 他的合约就不一样了 今天我们如果是在美国的各大机场 不是在Neighborhood 在机场里面租车 这个都属于Corporate 自己的点嘛 对不对 所以你有问题 只要是你到Corporate 任何美国的店 他这是Corporate的contract 自己内部合约 所以不会有一些这种 价钱差很大的这样问题 那我实在太累 我都说我那天晚上到了Soul Lake City 我躺到床上 我就先休克了 你知道吗 精神压力太大 我打电话回到黄石 那个租车的Budget 我说我回不来了 我说好累啊 我说那边还 他说哇 他说 那这样子 我要跟你讲一下 因为这样 所以你还到那边 他们会跟你说要收2500 我2500就算吧 2500吧 那我也不知道Four会不会reimbursed 因为我实在已经是 整个人已经是 Totally已经是 人已经达到了 那个精神的 那个不行的边缘了 如果你想要免去 这个2500的账单 是吧 然后你就必须要把 那个Severado还回到 Montagne Waste Yellowstone Airport 那你还到那边之后 你准备怎么回家呢 所以我没有做这个决定 所以没有办法 对 没有办法 必须要异地还车 对 我没有选择 没办法说 第二天我们再开着这个Pigar 再回去 回去 8个小时 8个小时 算 算 如果是我 我也不会这么干 是不是 所以我就算了吧 Solar Lake City 2500就2500 结果还好 Four也reimbursed给我了 就不管怎么样 就说在车坏掉之后 所有的费用 基本上Four的全部都reimbursed 对 包括黄石里面 做拖车的费用 你说是1200 黄石外面的拖车费用 然后是也是1000多 1600多块 1800 那就3000多 3000多块 然后加上异地还车的费用 2500 对 然后再加上 路上的一些accommodation 可能加起来要 5、6000 6、7000 还有Mil 吃饭 OK 吃饭 这一趟 然后gasoline 它不管你 你租车 你要加油 那个是你自己的 on expense Mil它给你 对 不过 确实是这样 就是因为你这个 什么ECU module坏了 然后导致后面 一系列的费用 那确实这个Four 这新车 它也输不过去 是不是 对 我就说了 从我这开出去 850 850mi 到了那边坏掉 2800mi 对 确实讲就是你 车买不到一个月 开出去之后 然后人 人在外地 这个很多事情 就是没有办法 对 对 就是产生各种 产生各种的费用 是 对 所以我从这里面 学到很多这些经验 拖车里面 黄石公园 你车坏了怎么办 我也懂了 然后你带着家人 等到快天黑的时候 你会有很多的这个压力 就慢慢慢慢上来了 就像我那天 我刚刚讲一半 补充一下 我那天两点 我们到了这个景点 就是Yellowstone的瀑布 Yellowstone Fall这个瀑布 突然天黑了 乌云 大雨 打雷 好大 所有人都上车 所有人都开走了 然后这个乌云 这个雷是没停过的 对 一直打到五点 人越来越少 我就心里想玩了 人都跑了 谁知道我在这个里面 然后车子空调又没有 车子的那个玻璃 全部都是我们的二氧化碳 产生的那个雾气 外头雨又大 没停 雷又大 我心里面很多的那个压力 我一直搞到六 搞到四点半 四点半 四点半 这两个老外来帮我 我特别下去找他们的 他什么事情啊 我说我车坏了 我说这样这样那样子 很热心帮我看 弄不好 第一个老外离开以后 他到了下一个地方 他看到那个Ranger 然后Ranger知道了 跑回来 Ranger下车 刚好那个时候雷正好没打 刚好那十分钟不下雨了 他到了 他说刚刚有一个人跟我说 有一台F150蓝色的 说坏掉了 是不是就是你们啊 我车引擎盖的 我说就是我 他说弄不好啊 弄不好 因为这时候第二个老外 帮我terminal拔掉了 然后老外跟他说 搞不定 还是一样问题 他说好吧 那我把你叫拖车 叫了拖车 dispatch 然后一直排陪着我 知道我们有小孩 不走的 Ranger 穿绿色制服的 那个Ranger 带枪的 然后呢 不然也把你们送回去 我们还聊天 没有没有 我们就坐着拖车 司机一块回去的 然后还聊天 然后这个Ranger 有我跟他聊天 他说他他今年 他今年是29岁 很年轻 然后拖车来了 拖车来了 来一个平板车 平板车 他一看 天呐 拖不动 是Raptor啊 这么宽啊 我的那个后面刹车 还锁死了 嗯 因为电子系统坏掉 锁死了 哦 离开那个景点 离开那个景点的时候 已经快6点了 嗯嗯 哈哈哈 所以很怕 后来这个人 就原来我这个人才 那个压力 那个焦虑的感觉 才消失掉 你知道吗 这个就什么 什么样的那个曲服 我都很难想象 哈哈 胆子要大 我经过这一次的这个 各方面的这个经验 总结下来 我又不喜欢开那个Raptor 嗯 那样的越野 嗯 换了这个Rangular 嗯 然后我就觉得 一个就是考虑 Class B 嗯 啊 Class B 呃 Sprinter的这种 这种 Chassis 然后后面拖着这个 但是也够呛 你知道吗 我算那个 它那个最多拖5000 这个setup 我觉得可以 嗯 为什么呢 它那个能拖5000 然后你这个是flat toe 对 flat toe就是四轮着地 对 呃 为什么它可以flat toe 它可以分开那个分动箱吗 它可以分开那个 可以 所以你就全部摆到 Nutra 空档 然后 你这还是自动档 我这个是自动档 对 自动档玩还有一个 呃 6900磅 对对对 因为改装了嘛 我轮胎也变大了 呃 来 不不可能6000磅的吧 我那个truck才5300磅 你你可能看错了 哦 看错了 Rating 呃 Gross Vehicle Rating Rating不是的 Rating是它的载重能力 车上 对 Gross Vehicle Rating 就是你所有东西装上去 你不能超过这个重量 嗯 OK 也不是你的Dry weight 对 所以你Dry weight 你还是还是没有找到 它应该没有5000多磅 哦 对不对 嗯 减掉就出来了 它总重是5800磅 然后它这里有 Combined weight of occupants and cargo should never exceed 850磅 对 也就是说你的呃 行李啊 人啊 不能超过850磅 也就是说它的 它的这个呃 5000磅 对 对 对不对 它这个Dry weight 应该5000磅左右 5000磅 对 对啊 还是够呛 那个 那最后Paul有什么跟我们的viewer要说的吗 我希望群组找一个时间 我们办一个在加州的某一个地方我们来一个群友大聚会 哦 对对 说到群友大聚会 我我差点忘了要说要说一下就说呃Paul你跟那个我们群里的Vivian还有那个Durin去去那个越野过的 我们很不错的地方 OK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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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叫Ansa Borrigo State Park OK 是我们南加州东南边可以说是最大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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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州立公园 我们可以组织一下就是这个洛杉矶的这个房车的群群友车友然后呢一起去一个地方然后就是大家聚会一下会见见面什么呢